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绘画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绘画 首先我们先不说它的一些用法 我们先来说一下绘画 在我们整个TensorFlow当中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那TensorFlow的程序呢 其实我们呢 有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名词呢 它把TensorFlow的程序呢 或者说Tensor这个框架 分成一个前端系统 前端系统 还有一个叫后端系统 那么这个前端系统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干嘛 定义你的定义程序的图的结构 能力就是定义你的图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用一些结构写 写你的这个程序对吧 那后端系统是什么呢 它是要去干嘛 专门运算图运算图结构 相当于是一个定义好 还要去运算吧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绘画充担什么作用呢 比方说 我们的TensorFlow呢 它提供了这样一个Python 比如说Python的API 把这上了吧 直接在这写 Python API 对吧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C++的API 比如说还有什么 R的API 那这是不是相当于是TensorFlow提供给你的这些接口吧 你去使用这些接口去做 那这些编制语言操作的接口 其实就相当于是 你用这些编制语言去设计你的整个程序吧 这些呢 我们就称之为前端系统 那里面就有很多的API 里面API去进行操作 那接着我这些程序说了 TensorFlow它有一大亮点 就是能干嘛 使用这些设备去运算吧 当然其他的一些深度学习框架也是可以的 对吧 大部分都可以 那你这些设备呢 比如说我能用CPU啊 对吧 GPU啊 等等 这些设备 你去干嘛呀 是不是去运算啊 你去运算某个 比如说我指定这个加法运算 我不在我电脑里面的这个CPU运算 我要让他干嘛 在GPU运算 那其实非常简单 后面会说的 你只要使用一个V子一G 哎 去使用一下就行 当然 前提是你装了GPU版本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GPU下面 比如说你这个里面都是一些IOS设备 对吧 当然操作系统肯定是运行在设备上面的 那我们这里就先 直接这样写了 对吧 比如说你里面有一些操作系统 这样吧 把它返回来吧 IOS对吧 你的这个Mark操作系统 你的Windows操作系统 你的Android 哎 它都是可以运行的 当然这个IOS呢 我们和Android不能称作为是一个开发 对吧 还有Linux 对吧 那我这些设计的程序 我要使用你某操作系统 或者说你某台电脑下面的设备 那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绘画这个工具 这个绘画呢 它就相当于起到一个桥帘的作用 它干嘛呢 好 你定义好了这些图了 对吧 我绘画呢 哎 要去解析你这些图 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析 对吧 可以把它称之为解析 解析好之后干嘛呀 我是不是要运算呀 你运算是不是有很多设备吧 对吧 你安装GPU版本之后 你是不是有很多设备啊 那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指定设备去运行 哎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哎 我可以指定设备 那这个活怎么干呢 就是绘画去做 所以绘画呢 首先第一个作用是吧 运行图结构吧 运行图的结构 第二个干嘛呢 分配资源计算 能理解吧 也就是说你所做的这些分配啊 比如说把这个加法用GPU 用这个GPU 这个成法用这个CPU计算 那这个分配的活谁干 就是绘画去干 能理解啊 好绘画他干这些 当然绘画还有个最重要点 他就是要掌握资源 他是掌控资源的人 掌控什么资源呢 这后面会说的 比如说你的变量 注意了 变量的一些生命周期 因为你定义了一个变量 是不是你有可能在某个地方 内存是不是示范了 对吧 他是掌握的这些变量的 资源 当然啊 这里的变量啊 跟我们这个什么 A等于您这种变量不一样 是特质 tonsive flow里面的变量 先理解啊 特质 tonsive flow等等的变量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这后面会说 比如说什么 对 对列呀 对吧 比如说什么线程啊 线程啊 线程啊 我们的绘画去掌握 别说绘画一段关闭 或者绘画一旦结束 你这些资源还能不能去用了 不能去用 他相当于是一个总管 对吧 他把这些资源 试范 开启这些资源 示范这些资源 就是他去做的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 要讲的这个绘画 他在这 你整个特色 flow当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有绘画 对吧 你定用的图 没用 好 当然 我们这里提到的线程啊 我们以前说了 这个在我们这个机器学习阶段 我们的线程都是什么 真正的多线程 因为得益于我们都使用的都是什么 南派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无一例外 特色 flow也是使用南派这样的工具 能理解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绘画简单的介绍 那么绘画 刚才说了 他怎么去操作呢 就是通过 TF.session去开启 在这我们是不是开启了一个绘画吧 对吧 这个绘画去运行你的东西 那么他呢 是使用默认注册的图 好 第一点 他是只用默认注册图 我们这个地方session 我们说了 他只能运行一个图结构 只能 一次性 只能 运行 一个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session里面 他是运行的这一张图 也就是说 他掌握的是这张图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资源 那假如说 我让他运行这个C 来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再把 注意了 把这也换成C了 那我们来运行 是报了一个value error吧 看一下他具体的错误啊 你要会看错误 把错误看出来是什么 can not be interpreted as a tensor 看一下后面 不是一个你图当中的元素吧 element的元素 对吧 不是你图这种元素 也就是说 session他默认是使用哪一张图啊 是不是这个gram 跟你G图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他只能运行一张图 你这张图的资源 我是没有的 你想让我运行 肯定是要报错的 能理解吗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绘画 对吧 他只能运算一张图 当然你如果是要指定 他要运行哪一张图 非常简单 graf 比如说 你指定在 session里面有一个graf参数 你可以在 可以在 绘画当中 绘画当中 指定图去运行 这样我可以做判断 比如说我某项页务 我要去运行这张图的结构 对吧 我是可以做个异谱判断 然后呢 另外一张图我是不是也要做衣服判断去运行另外一张图啊 对吧 好 指定的图运行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是g 好 注意了 我们现在是使用g 你要运行东西 当然你打印asum set还是可以打印的 比如说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本身你已经定义好了吧 对吧 你还是可以打印的 跟session没有关系 这地方 你的打印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放这里 跟你的session没关系 但是你要运行某个东西 那就跟你session有关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你使用的是g图 看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出来了吧 那也就是说 哎 我定义的什么东西 定义的这些结构或者资源 它是给图是板定的 你绘画只能使用一张图 那你只能使用这张图里面的资源吧 哎 你开启分辨率层分辨资源还是一样 好 那这是绘画 那我们来看一下绘画的使用呢 刚才说了 它掌握很多资源 后面我们再体会 对吧 等一下我们讲的什么变量啊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绘画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类 它也是一个实力 当你去运行的时候 好 运行好实力化一个东西 你是需要去run 这个run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tensorflow当中 绘画的run是相当于是启动你整个图的 这个run的这个作用非常重要 session.run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启动整个图 一旦你run某个东西的时候 你前面比如说你run这个sum对吧 你是不是要需求有两个这个a和b啊 那a和b就自动的也去给它复制了 相当于是复制一样 对吧 5.6 5.0 6.0给它了 然后算成1.0 11.0 那最终这个计算是不是也就出结果了吧 那这个run呢 对吧 我们说了 它掌握资源 那掌握资源 在你整个程序结束之后呢 其实就相当于你线程一样 你是不是要回收啊 那在这里我们的绘画也是需要去回收的 那所以你一般调用run之后呢 你可以多run几次 你run这个的结果 run那个结果 run这个结果都是可以 但是最终你是需要去示范这些内存的 那示范我们使用什么 close 好 那我们知道了 使用示范我们使用close 那这种写法呢 其实非常麻烦了 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非常符合这样的写法 Viz 是不是善下文管理器啊 善下文管理器 当你调用好之后 它整个程序结束之后 它会默认去调用什么 调用你的close这样的行动 当然它是实现通过一个这个方法 对吧 比如干干多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去实现关闭close吧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相信说了 就是前面一些内容 那close 我就可以run 在这里run 结束之后默认掉进close 所以 开始tensorflow当中呢 它就习惯了使用这样一个东西去写了 你理解吧 没必要说 是吧 我在这里开启一个绘画 对吧 开启一个绘画 比如说 在这里指定一个session 我不注视了 s等于tf.session 然后呢 你有s点什么run 然后呢 你有s点什么run 你还不能结束 对吧 你还不能每次这个结束 然后呢 你还得什么s点close 你还得自己去关闭 所以非常麻烦啊 商家问语句呢 一下就解决了 好 那这是绘画 对吧 那当然 tensorflow提供了一些便利的东西 叫什么呢 交互式的绘画 或者说打印设备 那这都是run里面的 这些都是什么session里面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 我们会后面会一一去介绍的 就是说遇到什么参数 对吧 我们提下这个作用 那这个config等于tf.com config complete protocol 对吧 这个是什么作用呢 注意到是在这个绘画当中 对吧 我假如说啊 现在默认还是使用same1了 那现在我要打印这个东西 注意到我们现在添加了一个config config的这个参数 你指定了log device placement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多打印出来什么东西 看到这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config的作用是什么 他就能够知道你这张图里面定义的所有的这些资源 或者说你这些什么张量啊 对吧 你这些op操作里面的粘料 还有你这些addadd这些操作在哪里去运行呢 那我们说了是不是有使用设备啊 那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默认都在我们的 某个东西 localhost的本机里面的什么 CPU里面的嘛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tonsiveflow它会有一些命名的 后面我们会说啊 使用设备的时候会说这个设备怎么命名啊 它从头到尾的命名 是有命名规则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定义的三个对吧 add操作和constant的两个操作是不是都是在CPU里面去进行的吧 你的资源是不是也是CPU 你的这个计算啊是不是CPU去进行计算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使用设备也能看到你某些东西运算是在哪一个设备上去运行的话 啊这也是config等于tf.config protocol 当然我们现在里面肯定有其他的参数 现在呢我们先讲个log device placement的处就可以看到你的程序的这样一个在哪里去进行运算的 好当然session里面呢还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叫交互式的interactive session 这里啊这东西比较散对吧就直接先给你们去看一下 tf.interactive session干嘛呢 一般是给你在哎命令函里面去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命令函使用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写一个什么visa tf.对吧 tf.session 然后你是不是必须得在这里面做然后你出去是不是不行了 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对吧 哎我们先把tunsevlog给导入进来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那他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机制啊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tunsevlog.constant等3.0 好那你之前是不是要开启会话对吧 然后要run a run a run a吧 那现在他提供了这样一个tf.interactive session 交互式的session 那有什么呢 你运行好之后 他就可以给你开启一个交互式的绘画的这样一个实力 这个东西干嘛呢 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就是session.run 但是你这里没有session这个变量吧 你可以不许是也可以使用一个什么a.evo这样一个东西 evo就是把你的值拿出来是不是3.0就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开启一个session对吧 tf.session等等的那你每次就可以session.run session run 对吧好那当然肯定没有这个方便的a.evo b.evo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你在这个apps里面那就可以当然这也是根据需求的吧 有时候你想去做一些测试 由于我们tunceflow这个程序非常麻烦 你测试的时候你必须得什么 开启会话去运行吗 避免这样麻烦 他给你在apps里面对吧 你调试的时候 你打印值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这样一个工具 那这个就是交互式工具可以使用evo 当然这个evo 永远不限定在你的交互的命令函里面 你可以在这里去做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不使用run了 我使用some1.evo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哦我们没有打印这个值啊 这个值也要打印出来 好看一下值是不是照样也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要有绘画的上下文环境 evo都可以去使用对吧 只要有绘画 绘画的上下文环境 当然我们开启这个交互式绘画 这下单页也是有的上下文环境 就可以使用 就可以使用方便的evo了 这个非常方便对吧 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于绘画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了 session里面的这个run方法 是不是最重要了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你只要开启绘画里面 唯一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run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ru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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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